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你刚刚都把场景做好,我们现在来录影 那么我们真正来录影的时候,老师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在这边 这里,你就先准备好,那你看上面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按下去,所以上面有没有倒数 好,各位老师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跟大家介绍Canva 怎么样打造我们的网站 好,这样子录好了之后,我们就切到下一个,有没有 我就切过来了 那我们嗯哼在录影的时候 它跟我们一般的录影比较不一样 我们一般的录影是 好,录影是怎么样 是不是录完是一整段 可是嗯哼不是 它的录影是跟你的头影片在一起 也就是说,我刚刚是不是已经切到三个头影片了 一 二 四嘛 对不对,我有四个头影片 那我分别录下来的 反正它就分别录在头影片一,头影片二,头影片三 哎,很不一样对不对 好,你看我就先停止哦 好,那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右手边这里 你切换到你有录影的那个头影片 就是这个头影片 你到右上,右手边这边 有没有一个叫近视 这个是网路板没有的功能 好,网路板没有的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有没有两个近视 哎,老师我问一下 我们录影有没有可能吃螺丝 有可能会录错对不对 对,我也常常录错 哈哈哈哈 真的,我上课比较不会讲错 但是录影会录错 因为自己录的时候 会比较古摩 哈哈哈哈 好,那上课我们就要继续讲下去嘛 那,你看我就可以从这边打开 你可以按这边管理近视 好,你看我第一次录的 在这里 可乐一下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anva在打造网站的功能 对,我那时候没有打算要出现啊 哈哈哈哈 而且这个不是现在录的好吗 嘿,老师看一下 这个是我3月10号录的 对不对 好,这个是我们刚刚录的 有没有现在 嘿,所以你可以从你录的 好,各位老师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跟大家介绍Canva 可以啊 以前,但是以前我们重录是怎么样 整段重录对不对 后面好的也打掉嘛 这样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哈哈哈 为什么我讲的明明好好的 我要重录一次 结果本来没错的地方又错了 哈哈哈 哎,我真的会这样子哦 哎,因为我们前面那个 那个 录错的,你会特别小心嘛 然后呢,讲到后面 哎,不小心就错在那个地方 好,所以他把它分段录有个好处 对,他分投影片录,不是分场景 投影片 所以我今天这个投影片讲错了 我就只要录这个投影片就好 我后面不用重录啊 这样你了解我意思 而且你可以随时切换嘛 我今天想要用这一个 我就用这一个 我想要用第二次录的 我就用第二次录的版本 以前你要有专属摄影师 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不然你提出这个要求 老师马上给你两个白眼 你自己录 叫我这样去处理 这样很麻烦的 有没有 而且你看 他有提供基本的简介功能 你看下面这里 有没有 可以裁切 去头去尾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 上面是你现在 就是影片的时间 下面这个 所以如果我的前面不要 我刚刚这边 刚开始没有 录到 我就先裁切掉 有没有 我后面多录了 是不是可以自己裁切一下 好的 按个完成 他虽然没有说很强的 这种简介功能 可是 电脑版为什么要特别推荐大家用 就是因为他有近次这个功能 你如果没有近次这个功能 就很可惜 我就是只能每次录 你只记得最后一次 就这样讲 就只记得最后一次这样 好 那你看我点到这里 这是我第一次录的 所以我就可以来这边 你看 到下一个 有没有 我就切过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 在录影的时候 它跟我们一般的录影 比较不一样 我们一般的录影 对不对 那我就切到后面这边来了 所以我 在这边 打开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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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剪掉了 这样就好了 那到时候我们输出了之后 就会照什么 是不是下面投影片的顺序 第一个录完了 再录第二个再这个 这样就出去了 这样老师有没有了解 那个概念了 所以为什么我还蛮喜欢用 嗯哼的 是因为它在录影的部分 真的有弹性 一个人就搞定 对对对对 因为它解决的我们很多就是 我必须要录完了 然后马上再去剪 然后才有一个版本出来 可是我透过镜次 我就可以这样这样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 刚刚那个某一个镜次 你觉得我不需要了 可不可以把它删掉 可以的啊 在这里管理镜次 你看 你家 有没有可以删除 你也可以命名啊 你也可以命名啊 比如说我命名 这个是我讲哪一个版本 然后那个是哪一个版本 比如说康轩版 哪一版 哈哈 类似像这样子的 我说是全部没有 全部过程的版本 对 没有没有 它只会如果你是输出影片 它只会输出有录影的 比如说我刚刚是不是有跳过第三个 它就不会输出这一段 它不会说我这里站五秒钟 然后就是黑画面 因为我只有输出这一个 这一个 录这几个嘛 那它就会把这三个合起来 变成一个档案 那 那 对 那就看你挑 这里是挑 第几个镜次 对 比如说我觉得我录这个 好 这个 这个的话我可能是录第二次比较好 我就挑第二次的 那如果这个 我觉得我第一次录的比较好 就挑第一次的 你可以自己挑 对 你可以自己挑 你没有看过以前我们那个洗照片 有没有 小图然后再挑 挑哪几张 要洗多张一点 就跟那个概念一样嘛 好的 我再弄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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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哎呀 我跟你讲我现在面对高中生 讲五月天 讲那个周杰伦 他们都说老师你会攻向 对 对 现在都是寒流 哈哈哈 这样老师了解意思了 那你说 哎 那这样子到底这些空白的 我没有录影的要干嘛 你有没有一个疑问 哎 其实因为他的情境不只是这样 我们刚刚是拿来做录影而已 对不对 可是其实老师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看 我们先切换到这边来 有没有 上面是不是叫编辑 这里是有叫播放 好你按到这一台 按到这一台 就表示我要把我的成果要秀出来 就是要播放 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上面有写 有没有 你看 这里 这两个投影片录了17秒钟 这一个录了31秒钟 哎 可是你看到 没有录的叫做什么 哎 那这是拿来做什么 老师其实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创课的 或是实验的课程 有些 你是不是 因为比如说可能比较危险 或是我在现场没办法 重现那个场景 可不可以 就是准备 影片 或是现 就是 先把影片先录制好 然后在直播中插入 哎 应该是这样讲 他这个功能就是 我们今天在上课的时候 来同学 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实验比较危险 所以呢 老师已经把这个影片录好了 那我就在这边就播 到下一个 有没有 我就切过来了 好 那我们看完老师之前录的影片之后 来我们进到这里来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就我们要让大家实际操作了哦 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就是live的 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这个是live的就出来了 嗯 那我不管是现场的课程或教学现场 我可不可以这样跟同学介绍 本来我们可能是 啊 我就自己切到那个 投影片 然后呢 就切到YouTuber自己去弄 你就把它想成这个 就是我在上课的流程嘛 对对对 那好 我们操作完 那现在我们在老师再播放一片 一个影片给你看 我之前先录下来的 好 我们的步骤是长得像这样 所以我就播放 是 对不对好 那现在时间比较不够 来老师快转一下 哈哈哈哈 录影是怎么样 是不是录完是一整段 廖老师快转一下 他的录影是跟你的头影片在一起的 也就是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教学可以很多变化啊 所以 对嘛 你看你的幕后 你的幕后话系都被人家看到 你在后面切换 同学都看到你在切换呢 都没有看到你这么认真 有没有 我这么认真的 我都已经先准备好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这样子就是把我的教材 就做得很连贯 对啊对啊 所以 嗯哼 你可以把它拿来当简报用啊 只是有的我先录影 有的我现场讲解嘛 对对对对 所以这样我们用很多呈现方式了 对吧 好所以 如果你是拿来当录影的 我就这样用 那直播的也可以 教学的 那如果老师录好了我要输出 真的就只做影片的话 你就是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叫Share 分享嘛 有没有输出档案 你会发现你按下去 就会变成MP4 你看在这里 有没有变成MP4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是你有录影的 才会输出 没有录影 你刚刚是不是叫直播 就不会输出 就不会输出 对对对对 我现在为什么管你接入 大概多久啊 哦 要看你录的长短 你是说你接入 不一定不一定 没有啊 其实一节课你也不会全部都讲啊 所以我们摩克斯 会比较鼓励老师就是15分钟以内 你讲太多讲太长 其实你剪接或投影片比较多 你也比较难管理 就是把老师的课程就一个小节 一个小节这样 一个小的主题 一个小的主题做成一个 做成一段影片 那你以后还可以个别的再组合啊 对对对 你录成一大段 有时候你中间 我要中间这个部分 你就比较难解 对对对对 好那老师呢 既然讲到这边 我们就顺便讲一下 就是后面这一段 专案的储存 刚刚这边有影片输出 对不对 那专案储存 我们来看一下 嗯哼呢 你专案做好了 你可以来这边 把它做一个储存 以我这边来 我把它定存 好了 把它定存 储存为 那你会发现 我们存下来 我看一下 好 我再增加一个暂存的 好的 你看我把它存下来 那存下来的时候呢 它不是只有一个档案喔 它 我们刚刚不是有录影吗 对不对 它会有很多个喔 那我来看一下暂存 暂存 在我这里面 这里 好 老师你看 我们现在在这里 有没有一个嗯哼的专案档 可是它一定会有一个资料档 因为我们刚刚有录影啊 那些都会丢在这边 这样了解 所以如果以后老师 你要把你的专案档带走 一定要记得 对对对对 要打包带走 这样了解 好那你看我们点进来 刚刚我们的叫进来的素材 有没有在这里 这个是图片 有没有 好我们的素材在里面 那你刚刚的录影会在这边 录影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 刚刚录下 其实这不是刚刚 这是之前就有录的 有没有 你看我好几个版本有吧 有那个那个 刚刚那个专案 其实是好几次的 有没有发现 他都帮我套上绿幕 所以事实上 他有帮你加上绿幕了 只是就自动去背这样的话 对就变成这样 好所以我们刚刚不是一个投影片 就录一个吗 有没有 我们说录影的时候 他会 影片是跟着他走的 所以他真的就是录一段录一段这样 所以你只要把这些档案带走 那他就跟着你走了 那至于说档案多大 就要看你录影录多少次 因为你的近视 每一个近视的档案 他都会留下来 所以你看我这样就比较大了 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的影片已经比较多了 嘿 所以看你 你的专案档如果想要留下 你就留下 如果不留下 你就变成以后 你就这样剪接软件再去剪 就恢复到标准的方法 因为你只有最后一个档案嘛 那我就只好在里面再去剪接 这样子 这样有清楚了吗 他等于现在是把你把很多档案都分开录 最后输出的时候把它并成一个 这样子 如果真的要搭那个Uber 能够需要很大的资料库 应该说你的硬碟的容量 真的要稍微大一点 会比较OK 对对对 当然你如果一段时间不要了 你可以把那些清掉是没关系的 对对对对 不会啊 按下去就好了 只有一件事情 只有一件事情不能后悔 这样子 因为是你的原始档 所以你的原始档真的不见了 那就 对对对 这样了解 这样会不会用的 所以麻烦老师先输出一个 好不好 你先输出一个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用 这下个80D 对 Vru要用 对对对